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政論 大家看到這個都應該是年輕的一個律師來的 美國律師 他拿著一張紙寫著什麼呢? Release my civil liberty Release my civil liberty 西居差館這個背景就是 因為19年反送中的時候 曾經某次的行動裡面 在現場跟警察發生衝突 聲稱被説他是偶打警察 他就說那個警察沒有展示他的身份 不知道他是誰 當然是自衛 本來這些事情 可大可小就應該寬鬆處理 尤其是外國人 但是我們的戰狼政府就認為這些走來搞事的美國人 應該嚴懲 就告入了 告入了之後 他上訴也不給他上訴 就是不成功了 結果他是因此 誰判他有罪的呢? 因為你知道 判他有罪的那個 官就是所謂找出的事實 因為他要聽他講話 判斷他是不是故意啊? 你有沒有意圖啊? 還有那些證人可不可靠啊? 全部由這些 因為他是教教官而已 他在法庭裡聽了證人 現在就判斷了 這樣 那就完全不接受他講話 當然 那到他上訴呢 因為上訴就是技術的 就是法律觀點的問題 都沒有理會他了 他就很生氣這個官 這個官叫做郭偉健 這位美國律師就叫做 Samuel Beckett 普通人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司法對待 我不能夠說 我又不知道那個案件 又沒有去聽 又沒有去跟隨 我看新聞報道 各執一詞而已 是吧? 有時候這些事情 外國人的cultural不同 是吧? 對著警察的cultural不同 一時以為香港好像美國更文明 或者美國更文明 或者比美國更文明 是吧? 所以就覺得沒什麼事 我是外國人 那得過且過就算了 你問我 是吧? 那好吧 但是我們強國崛起就要這些蠻疑 是吧? 那要用我們的法律 很聰明嗎? 你的律師這樣 那他沒什麼聰明 律師呢 也是戴架法的 是吧? 就是跟我們大家的那些人一樣 那麼他呢 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對待 那麼他就要追著這個郭偉健 那麼他是郭偉健專家來的 因為他有個網誌專寫郭偉健以前判的那些案件 怎麼判的 怎麼差 怎麼不聽 怎麼不公正 怎麼樣 就是有專家 有專題 是吧? 那麼我也看過 有人請給我看 那是英文來的 當然 很詳細的 是吧? 那麼是很專業的 因為他是美國律師來的嘛 他也都 現在呢 他又回了美國呢 就做專責在關注香港人權 那麼香港人就是無緣無故多了一個 很有知識 很優秀的 優秀的一個法律專家 關注香港人權 那他不單止關注了 他還關注了 所以他最近就爆了一個 香港的政府的機密 現在國家保密的了 將來就保密的了 保密 我們都同時很高興跟大家說 以後有什麼保密的東西不妥了 你就私下傳給他 聽天由他 當然啦 快點刪除了電郵 由這些外國的媒體 自由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跟他報道出來 就說 有一個被點名的檢控專員 現在變成了第一個了 經常說 林定克出來說 我們的同事全部都不怕 這樣 切之秘 結果是第一個跳船的事件 你說影響都大還是小呢 就問你會不會有下一次呢 剛才呢 這個呢 就叫做Alex陳淑敏 就已經辭職了 這樣 這位Buckett 就跟這個美國之音說 那他不單止是 他不單止是 我都說了 我一向留意他其實是 翻譯叫做貝奇心 我們叫他送給Buckett 是不是? 他是很清楚香港的法律 也都很上心 因為他被吉不公平審判過 當然啦 被特別照顧的法官 檢控官呢 他一定是其中很小心留意的了 他就說呢 也都有人通知他 你看這件事就有人通知他 那是不是啊? 這位陳淑敏 歷時辭職的人通知他 我就不知道啦 是不是? 但是起碼是律政署裡面的人通知他 是不是? 就是他有關係網 這樣呢 報導了出來 一月中呢 陳淑敏就這樣 這個 他好像有截圖了 那麼這個新聞呢 也都激起一千層浪 是不是? 那麼香港政府的反應是怎樣呢? 林定國那裡呢 那些報紙竟然是幫他 我發覺是誤導香港人的 那麼呢 照說他 名單呢 就是說這個 在他去年11月 現在講去年 就是2023年的11月 就是有美國國會提議 說要立這個民主 香港制裁法 制裁49個律政署的人通知官 的時候 之前 他已經辭職了 那你的數字回頭 大約是9月 他說是9月 那就對了 那麼半年 是不是半年呢? 一月 為什麼呢? 9、11、12、1、2 一月中 不知道了 不知道為什麼五個月了 總之呢 姑且可信 好像就沒有關係 跟這個美國說制裁沒有關係 你搞錯了? 那麼我不記得這個視頻 但是我自己評論一直跟著 很清楚呢 不是戴口罩那一年 9月呢 CCC是出過7月 發表了一份2022年的7月 CCC 即是美國國會行政多過中國委員會 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當時是建設制裁15個人 而上高有陳淑民的名字 當然了 如果沒有記錯 當時都林鄭國出來說 沒事 我們不怕 這樣 是 痴痴痴痴 原來呢 陳淑民已經記住了 是不是? 隔了 如果這樣說是7月 隔了一年 是不是? 去年的9月他就辭職了 那就是證明他不想 繼續在廚房那裡 熱廚房那裡 而他辭職的確是在提議立法 一條叫做制裁法之前 他已經辭職了 遞了辭職信了 所以現在是正常來職了 但是被15人制裁 報告 點名之後的一年 有沒有其他人效果他呢? 那我不肯定 當然 我們等著進一步消息了 那很明顯 企圖 立政署 林鄭國企圖淡化這些事 我們一拼看 最近 是不是幾個禮拜前 兩三個禮拜前 Boomberg 是不是? 爆了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說有三個官 這個就是事實來的 就是2020年國安法之後 只有三個官 是接受任命而已 肯做高等法的官 不是國安法的官 國安法的官現在沒有一個禮拜的 去年49個人的禮拜是民間弄出來的 香港政府自己沒有一個禮拜 那些官不承認 做過那些都進了一個禮拜那裡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多的 我相信部分 特別是郭偉健這些 被這個逼劇嚴密關注的人 就比較危險了 可能是 但是現在還沒有制裁的出現 那我們就只能夠看著 那它有什麼重要性呢? 要我了解 民主人權法裡面 你制裁哪些人 你根據資料是怎麼樣? 它那個時候 那個法例裡面講得很清楚的 根據一些 有些人 或者有些對香港的政治制度認識的人 或者是關注的團體 有明治的團體 或者美國的重要委員會 國會裡面的重要委員會 這些不是每個人說 我不喜歡哪個 制裁它 制裁它 寫封信去 不會理會你的 因為這麼多人不喜歡香港這麼多政治人物 是不是? 而且太多政治人物 究竟他們那個罪惡的程度是怎麼樣呢? 美國都不會亂制裁人的 它都要研究一番 到它制裁 你會看到這些人其實是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也知道 包括張曉明 最近說出來才知道他曾經被制裁 諸如此類 他是擺上眼的 但是哪些人去決定 這些人做這些研究 提供消息呢? Intelligence 給這個美國的國務院呢? 這個法例裡面講明就是關注這個香港的人權的人 那麼我很肯定Buckett就是其中之一了 就是變成他 尤其是他很認真地做分析研究 寫資料報告 他的影響力就是高於一般人 是不是? 當然他說 暫時他不知道有什麼其他人 也都不肯定那個辭職日期那些 他只是收到信息的報告出來 報告出來 代經香港政府政署的澄清 我們比較清楚整件事是怎麼樣的 就是陳淑文的確是在這個 他被點了名 一年之後 大約一年之後 他就辭職了 跟著他辭職之後就正式進入了條法例 法例的作用是怎麼樣的呢? 最初那個報告就是國會委員會的報告 就要求國務院制裁15個檢控官 是限檢控官的 其中陳淑文就在這個名字裡寫過 那麼呢 之後呢 因為沒有反應的嘛 就是美國國務院沒有反應的 現在呢 就說要立一條法 如果立了法呢 就要國務院給了49個名字呢 就要正式寫報告 為什麼你不制裁這些人 就反過來的 這些人是應該制裁的 用法例的形式要求政府制裁 是國會兩黨一致通過的一條法例 那麼如果這條法例沒有正式通過 通過呢 正是很重要的了 當然 那麼有些人已經不等到這個 也都不敢設置備了 就辭職了 那麼現在就是這樣了 那就辭職了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這位北劇呢 熟讀那條 有個給我熟了 我相信 民主人權法 那麼其實裡面是有這些條款的 就是有些人如果他是做錯了 侵犯人權 他脫離了 那麼呢 提供消息給美國國務院 那麼呢 因為我們不知道的嘛 就是在律政署裡面哪些人 那麼我們不知道這位陳淑文現在在哪裡呢 那麼當然啦 我們有新的23條 就是他追究他啦 如果他國家秘密 是吧 就是亂地將這些 開會的時候 哪個檢控官零歪啊 想一些零歪啊 零歪過份啊 聲大大 都說要告這個告那個啊 不可以識人權啊 那麼當然啦 熟文就一定說自己是很勉強被迫的 打工的 被迫的 但是他的情報是重要的 如果他肯將這些情報提供呢 根據法例呢 那麼呢 就不會的了 是不是 那麼根據這個 Black Cat說呢 我們不知道他辭職的確是原因啦 他有可能是 甚至是被列入制裁之前 就發出離職通知啦 那麼很公道啦 這個事實啦 但是無論他理由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我們的目的不是懲罰公務員喔 就是呢 只是希望那些人是不會 就是那些阻止那些堅持破壞自由的人 迫害自己的事情 就是說呢 既然陳淑文已經辭職了 那麽我們就將他在那個要求制裁的名單上 那麽很明顯啦 如果北劇出了聲呢 那阿淑文就安心啦 當然啦 你見啦 如果美國政府真的這樣做的話呢 減低這個名單呢 那麽就會鼓勵其他人都考慮我都是辭職算了 是不是 法官也是我辭職算了 是不是 那這個當然就是對阿超領導的 是不是 老共領導之下的香港現在的司法體系 包括這個檢控那方面 負責檢控和負責審 那現在好像是聯繩一線那樣 那他們個別呢 要考慮自己那個身份啊 自己做過什麼好事啊 有沒有被人打啊這樣 那這裏也給了一個途徑 你們知道啦 你如果現在洗手不乾呢 甚至好像轉做恐慌證人那樣 大家都很明白這些事情啦 你們做檢控的 是不是 就是態度良好啊這樣 然後就公開了其他人 同事的行為這樣 你們就得到諒解 那我不是很贊成這樣做人的態度 但是有時候呢 夫妻本是同臨了 戴難難頭 各自非 那何況只是同事呢 又何況 是不是 五夜五回 你們覺得自己很正義 你想一下 無緣無故現在有一個萬年的時間 但是香港人的自由是因為你那幫警告官和你那幫法官 就以為自己正義好了 或者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義 其他人就不多出聲 因此 這個是整個制度的敗壞 那你及時離開 恭喜你啦 那希望你為了歷史公道好 為了現在的公義好 那就將這些公開給我們知道啦 根據23條 你一定犯法的 不需要跟23條 根據現在的法例 你亂講政府的秘密出去 Official secret 是犯法的 當然你又知道 我就知道這些事情 我不是鼓勵你這樣做 但是如果你已經來了香港 那你應該自由很多啦 想這些事情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我們當然很期待啦 就是作為普通人 我們是想知道歷史的真相而已 究竟是哪些人做了壞人 哪些人出埋法治 是不是 人人得而誅之 口誅不伐啦 也都到他被人制裁的時候 我們不會因此覺得 搞錯了呀 冤枉呀 諸如此類啦 這樣做人主事是不是很公道呢 那我們得過知智啦 也都看到這件事呢 經常說今年會完美風暴出現啦 無論政治啦 經濟啦 司法啦 會不會有更多的官 跳船呢 我告訴你一定會 最少不肯上船 這個已經是事實啦 三年裏面 只有委到三個官員 有幾個想委他自己 竟然是李家超不肯委別人 當然是保密啦 是不是 這個制度 我們不知道的詳情也好 都知道問題大了 沒什麼的 我作為媒體我會繼續關注 為大家做分析 一家之然而已 我說的不是內幕來的 所以是很安全的 是很安全的 好啦 多謝大家 下條片我們再回啦